王毓民委員諮詢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我们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陈副局长 陈副局长 委员好 陈副局长好 我想今天就是我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真的是要回应我们的民意 还有就是我们广大网友关心的议题 我不晓得你昨天昨天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这个抱着毒宠的爸爸抱着瓦斯桶 要跟女孩就是他的女儿就是同归于尽 这个新闻你有看到吗 早上看到简报了 对早上看到了嘛 然后去年那个王浩被几个毒虫就是这样子 就是拔他指甲然后凌虐致死的这个案件 我想不晓得副局长您知道这个案件吗 知道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案件 所以我想今天修法 大家要说是王浩条款 我也同意 为什么是去年王浩他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责难 然后他自己呢其实不幸失去他的生命 引起广大40万的网友的愤怒 然后这些网友一直都有一些积极的诉求 就是有一些声音 他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不可以在更前端 针对这些稀毒家庭 好好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因此我去征选了大家意见之后 然后呢也很谢谢有这些委员的支持 我提出这样子的一个 五十四条之一的这个修正案 那他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刚刚其实也有很多委员在讲 这个儿虐的原因很多 为什么只挑这个吸毒这一项 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的观察 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他的报告都显示了 吸毒犯这一类型的家庭 对孩子的危害跟影响 他影响的可能是生命安全 他不是只有他皮肉伤打他而已 这是为什么我在今天的这个提案里面 也提到了 就是说这些重伤害死亡的案例里面 吸毒犯占的比例其实都不低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觉得我们台湾是要进步的 我们保护孩子的这件事情是要进步的 所以我提了这样子的一个 五十四条之一的修正 主要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检察官 我们的司法人员 都是第一线会接触到这些吸毒家庭的 那我们第一线接触到他之后 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去查访 去了解这些吸毒犯的家庭里面 他有没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 那这十二岁以下的孩子 有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 是一个再确认的动作 那当你们确认过之后觉得 他这个整个家庭很需要帮忙 这时候我们还有设证系统 那就由警察或者是检察官 你再把它转介给设证系统 那像王浩的案例就很明显 我们在前端掌握不到 他爸爸被关了 妈妈被通气再逃 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就送给了几个吸毒犯照顾 结果命都没了 我们今天修的这个条款 就是要防止下一个王浩再发生 所以我很希望行政机关 如果有一些什么困难 我们的方向应该是要去 努力去克服跟排除 我相信每一个业务机关 大家业务量都很大 我之前才说额保社工 一个人是一百多案 甚至东部地区一个人两百多案 大家业务量都很大 但是在保护孩子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是努力以赴 克服所有的困难 那我不晓得这个副局长 你们今天在报告里面 有提到几个你们觉得 可能比较为难的地方 但是呢 本席还是觉得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我们可以去突破 那我在这个法条上面提到的 就是犯罪的调查或侦查 开始之后 我们希望就可以展开 一连串的这个动作 那在这个部分 我不晓得副局长 你的评估哪一些是可行 哪一些是不可行 你要不要讲一下 首先对于关怀我们的儿孽案件的精神 这个感佩服 那本来我们的修正案的草案里头 对于犯罪调查或侦查开始后 所以只要受限于我们无罪推顿 推顿的原则 还有我们的在调查期间 怕对这个当事人产生一个惊扰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不妥 那至于在什么样的时机 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关怀的动作呢 我是认为可能 他的儿童是在他父母亲 在遭受羁压之后 羁压之后 那通气的呢 通气的话 如果你们已经开始通气这个父母亲 通气的话 像王浩的案件 他妈妈就通气了 他人跑了 孩子就丢了 也可以去做一下 通气也可以做一下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 如果我们从通气开始做呢 通气积压 后面一连串的这些动作里面 那我想跟委员报告的 其实我们平常在关怀这些弱势团体 弱势的家庭或者是高风险的家庭 警循区本来就在做 那很好啊 只不过现在是委员希望我们去做一些 仿式的动作 那毕竟如果涉及到仿式的话 是比较专业性的一个 这个我们可以沟通哦 就是说我希望警察做的是一个确认的动作 你知道 确认 因为有些吸毒犯 他神之不像跟你乱讲嘛 你问他有没有 他就说没有 就随便一句话就带过 那我是希望警察在这个部分哦 可以确认 他讲的是不是属实 这个其实跟你们办案的道理 其实是接近的 不是社工的仿式调查报告 那个我觉得你们大概也写不出来 很难短时间去训练你们 但是警察我很希望他做到一个动作就是说我去确认这是不是真实 是不是有这样的小孩 家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小孩 然后这个小孩他现在就你眼睛所看到的他现在所处的环境的状况 恰不恰当 主要在照顾他的人是谁 因为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园警哦 对于辖区内这些烟毒犯哦 应该都有一定的掌握 那你到他家里面一看 如果你看到一个 这个也是你们在管制的人口 怎么是由这个人在带这个小孩 那这一定大有问题嘛 那你就可以尽速的 把这个案子通报给设政单位 说这个孩子不能让这个人管 那是不是设政单位的设工员在想办法再另外去去帮孩子安排个更适当的照顾的人 我的意思是这个 不是要你做出一连串的房市调查报告 没有 不是要你来来做设工的事 但你一定要确认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家庭有没有12岁以下的小孩 他现在有没有疑虑 有可能你看一看是 阿公阿嬷照顾的很好 这个家庭也没有问题 那你们不用再通报给设政单位 这个也是去减轻后端的那个负担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我们辖区远景多一层这样子的一个把关 事实上对孩子安全是很有保障的 因为我们看到王浩这样一个案例 其实大家都觉得很遗憾 就是说在所有的关卡里面 如果有人早一点去掌握到这样的情况 他不会跟这些烟毒贩生活这么久 他也不会连命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本席今天提出的这个休战 是希望多做这个动作 那其实副局长也讲嘛 我们平常远景其实有一些查访动作也都在做嘛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 就是说我们进一步去查访 这对你们来讲 我想应该是辖区那远景 我本来对于治安对象人口 我就是要做一些掌握啊 这个会有很大的困难吗 基本上不是困难的一件事哦 那我想说是不是把它定义在查访这两个字 我们是把它范围扩大一点 包括查询 这个查询的意义包括我们书面的一个过滤 可能针对我们通缉的或者已经受羁压的 我们会先过滤 他家庭有没有12岁以下的儿童 如果有的话我们来做进一步 左邻右舍的查访或者是查询 或者是做直接针对性的一个查访 所以我们是建议委员说把这个查访这两个字呢 做扩大范围做一个查询 如果范围更扩大 他有包含查访吗 查询有包含查访 有有有有 有哦 刚刚有针对性的查访 或者是左邻右舍的查访 那待会我们针对文字的部分再来讨论 是 那这我们的警察可以排除万难来做 这样哦 好啊 那是不是在通气当中的这个部分 尽可能的也去掌握到 他实际的状况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是人跑了嘛 孩子其实没有跑啊 就在户籍所在地啊 然后帮忙去看一下 通气中的逃犯本来就我们就要去做查计的动作 都会做嘛 那太好了 那所以这个不像你们报告写的那么为难嘛 好不好 我们待会针对文字的部分来修正 因为刚才说 因为着重在仿视这两个字 对啊 可能误解你以为要做社工员的工作 不用啦 好不好 就是要确认 确认属实 确认孩子安危有没有问题 好不好 是 好 研究是办理 好 谢谢副局长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谢谢